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这三国演绎,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 以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歌剧和未属无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的斗争 最终司马延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 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 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只要看过三国演绎的人 都知道里面有一位聪明过人、智慧超群、策略极强的诸葛亮 可是现在,有些人却觉得诸葛亮并不是那么足之多谋 甚至有人说他不足以言智 特别是对待魏严 都知道,诸葛亮是智慧和机智的化身 一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和智者的代表人物 三顾茅庐刘备用如鱼得水来形容 足以看出诸葛亮的智谋 诸葛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深谋远虑,让刘齐守江夏 便是为了实施自己的战略 其实,让刘齐守江夏 是为了让刘齐活下来 也是为了让自己有退路可以走 刘备去东吴招亲时 因为诸葛亮的三个锦囊 才得以逃出,回到荆州 此外,诸葛亮为什么让关羽将曹操放走 而没有杀了曹操 试想一下,如果他杀死了曹操 那么,孙权不就可以渔翁得利了吗? 所以,诸葛亮让关羽放走曹操 不仅可以让曹操欠他个人情 还不让孙权得逞 岂不妙哉 而且,诸葛亮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懂得利用多种因素去战胜敌人 这是他的智慧之处 诸葛亮的出师表,被后人所熟知 豪迈的文字,字里行间都折射出了诸葛亮的为人态度 由此可见,诸葛亮是一个多么超群的人 然而,再完美的人都有缺点 更何况世间本无完美之人 诸葛亮唯一的失误就是在用人上面 甚至当刘备问他为何不能用味言之时 他竟说,因为魏延的骨相,觉得他会造反 这的确让人感到震惊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反观魏延 虽然,诸葛亮对他有着很大的意见 但是,魏延却一直忠心耿耿 最开始,他忠于刘备 后来,他忠于诸葛亮 从没有背叛过他们 即使诸葛亮那样的对待魏延 可魏延还是为了蜀国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努力 屡创其功 斩王霜,斩张河 由此,可以看出魏延是个人才 而且,还是一个十分忠心的人 正所谓大监寺中天良丧 自毁长城笑柄流 魏延自文长三国时期蜀汉仅次于五虎上将的将领 刘备入川时,作战勇猛 立下了赫赫功勋 尤其是在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 五虎上将相继去世 魏延堪称蜀汉第一大将 但不幸的是,他性格孤傲 人缘不太好 以至于在诸葛亮死后,惨遭长使杨仪杀害 然而,诸葛亮居然留下一个锦囊 想要杀死魏延 而且还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此外,诸葛亮在临死之前 把兵权交给了对魏延有意见的人 可想而知,魏延肯定不可能好好活着 历史上,魏延的结局不仅是自己被杀 甚至就连他的整个家族都难逃一丝 不仅如此 诸葛亮其实还有很多失误的地方 比如,第一次的北伐中原战败 让关羽守荆轴 让马肃守接亭等等 所以说,刘备还是比诸葛亮更懂得识人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对魏延有如此深的敌意呢? 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因为魏延和关羽 在性格与气质上很像 所以,诸葛亮才会这样 因为关羽就不听诸葛亮的话 导致诸葛亮的计谋失策 而关羽那个时候已经去世 所以,他不能把愤怒发泄到关羽身上 只能转嫁到魏延身上 不过,从这样的做法中 便能看出 诸葛亮不足以研制 确实是有点武断 俗话说,金无足斥,人无完人 如果诸葛亮不是一个奇才 那么,他怎么帮助刘备夺取江山呢? 而且,对于他还有很多经典的故事 比如,骂死王司徒 破西枪兵 巧戒东风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看问题应该是看两面 不能因为诸葛亮的一些小小的失误 就说他不是一个好军师 更何况,他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地方 曹操不是也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像赤壁之战 可他还是被后人誉为英雄人物 我们总结全文 不管怎样 诸葛亮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尤其是在政治、军事领域 所以说,陈寿认为 诸葛亮智荣为长,降略为短 是极其贴切的 此外,向杜甫的出师未劫 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金 便是对诸葛亮很好的评价 更甚者,司马懿都对诸葛亮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诸葛亮死后 司马懿看到了诸葛亮的迎雷 称其为天下奇才 所以,我们看东西不能只看表面 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地方 即使诸葛亮有些地方 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智力超群 但是,并不影响诸葛亮的智慧 他依旧是世人心中的 那个足智多谋、深谋远虑的军师 然而,就是如此人物 终因积劳成吉 与蜀渐兴十二年病逝在五丈元 享年五十四岁 不久刘善追封其为中武侯 也因此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 我是洋堂主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